不大吉经 若人淡念阿弥陀 世纪无上深妙产业 这一句话是世尊在大吉经上讲的 那么诸位需要细心去参求 念佛不如常吗 诸位好好想一想 佛的法运 一万两千年 从佛灭度开始算起 第一个一切 正法事起 人根存活 持戒就能尘修 依着戒律修行 就能证阿鲁汉苦 到第二个一切年 人的根性 慢慢就顿了 持戒不能成就了 要求成定 在相法时期 就相思 没有一切那么真 接禅定 成就 佛法传到中国 正是相法的开端 佛灭度活一千年 第二个一千年 佛法传到中国 中国的禅宗特别兴旺 这大极经上说的 释迦牟尼佛的预言 修禅定 能开悟 能证苦 再过一千年 三千年之后 入末法时期 我们现在是末法时期 而且末法呢 末法一万年 已经过了一千年了 人的根性 越来越顿 修禅 不能成就了 用什么方法呢 念佛 末法一万年 念佛成就了 那么我们想一想 我们这个时代的人 戒不能成就 禅 不能成就 念佛能成就 这就像害病一样啊 正法时期的人 病很轻 戒律一致 他就好了 像法时期的人 害的病就严重了 戒律这个药 没效了 用禅定这副药 洗 能帮助他 末法时期 病入膏肓了 没救了 戒律的法 禅定的法 都不行 念佛能救 你说 哪一副药厉害 还是念佛 念佛才是 无上的 妙宝啊 能救 末法 那是 向法 正法 遇到的时候 他能不成就吗 释迦牟尼佛当年在世 劝导他的父王 佛为父王说什么话 说念佛法门 那正法时期 福在世 他不叫他别的 对他父亲 教念佛法门 求生 净土啊 我们要细心 冷静地观察 才知道 这个法门 超胜一切 法门 无量 无尽 法门当中 他排名是第一了 因此 乾隆年间 慈云灌顶法死 在观无量寿佛经 注解上 他说的 我们如果遇到 大财大难 所有尖叫法门 都救不了了 都没有效果了 最后还有一门 决定的救 这门是什么 老实念佛 这一句六字红面 能普度一切 灾恶 比什么样的 金灿佛事效果 都殊胜了 可惜 宣扬不利 社会大众 知道的人 很少 他们遇到灾难 去拜餐 拜凉黄餐 拜水路餐 水路大会 灌顶法死 告诉我们 如果这些参与 都受不到效果了 念佛 能受到效果 所以我们才知道 中风禅寺 他编辑的 三十悉念法死 那是什么用意 所有参与的效果 都失掉效果了 这个用心 念佛 依弥陀心 依一句佛号 为主 所以这句佛号 用禅来说 无上生妙禅 我会说 这个用心 没说 那是什么用心 有心 没有 不想 没说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